在太平天国的军队中,竟然有十万女兵之多,但令人意外的是,她们从未上过前线作战,那么这些女兵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是因为她们在后方有着特殊的使命,还是另有隐情?这一谜团引发了无数人的猜测和讨论,为何如此庞大的女兵队伍会被安排在幕后? 她们在太平天国的军事体系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事说,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起义,长达十四年,规模大到在鼎盛时期,甚至与清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,还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一些外交活动,几乎等于一个新王朝的建立,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是怎么展开的呢? 这得从她的领导人洪秀全身上说起,洪秀全是清朝末年深受科举制迫害的秀才,原本科举制的建立是为了广内贤财为国效忠,为民立新,可是清朝的科举制完全变了位,所招纳的只不过是听话的鱼目而已,而有许多有旷世奇才的人,也为文字欲而锒当入狱,或许是在这种制度下生存的洪秀全,经历了四次失败后,极度厌倦和痛恨, 清朝的管理,而且鸦片战争的爆发,导致清政府大量割地赔款,国库又无力承担,只能增加百姓的赋税,当时政府官员盛行贪污腐败,所以他们不断的收刮民支,民不聊生,洪秀贤就是在这多种因素下决定重新建立一个社会,以天下大同为主,真正实现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,地理位置优越的广东, 开展了许多经济贸易,因此当时身在广东的他,能够与一些洋人接触,从中知道了上帝基督教之类的思想,加上自己本身的才能,创建了一个拜上帝教,并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二儿子, 可惜,在当地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,参加的人少之又少,无奈只能转战广西,那是广西较为封闭,民风淳朴,第一次听到上帝这种新鲜的思想,而且洪秀全抛出的大同社会,深深吸引力他们,在大力宣传下,许多广西的农民加入了拜上帝教,后来发展的越来越昌盛,吸引了百余个洋人加入, 在以往的任何一场农民起义中,都很少有女人的身影,除非实在没有男性,而在太平天国运动中,洪秀全却选择广的女性,光是参加太平天国军营的女兵就有十万余人,这个数目在封建社会可谓是空前绝后,为何会有这么多女兵的加入呢? 第一,是因为水深火热的压迫,前面提到,因为清政府的各种腐败行为,导致百姓民不聊生,特别是远离京城的这部分地区的百姓,所谓天高皇帝远,在此的官员更加残暴无道。 不仅以残忍手段收刮民汁,而这民汁绝大部分是农民的粮食,有些官员还会与当地的乡绅,地痞流氓勾结,即便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,这些官员也只是任其作为,女性的地位本来就低,在这样的压迫下,特别是农户的女儿更加难以生存,或许是为了脱离湖海,在太平天国的广的百姓下,他们毅然决然加入群众,拿起武器保护自己。 第二,大多农户女淳朴而又坚韧,清朝并没有开设女子学堂,即便是有钱人家,也很少让女子读书去,最多是培养他们琴棋书画和女工。 以至于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,日日在田间耕地的女子更是只能埋头苦干,听见拜上帝教所宣传的大同社会,感觉十分新奇,基于摆脱这种压制的他们,自然会选择加入。 虽然太平天国创建初期很苦,但是那些农户女本身就带有坚韧的性格,能吃的苦中苦。 虽然太平天国招纳的女兵越来越多,但由于生理原因,女人的力量和速度还是稍缺于男人的,所以即便他们上了战场,大多不会真正奔赴前线,所以身在军营里的女兵便发挥了女人的特性。 首先是洗衣做饭,或许这是天生的本能,男女擅长的东西不一样,却又能刚好融合在一起,男子负责上前线打仗,女人就负责好后勤工作,保证前线的食物供给和穿衣,其次是成为红袖拳挑选的对象,红袖拳最开始想要大同社会。 可惜到了太平天国发展到强盛的时候,他却违背了自己的初心,将自己捧为帝王,再次贪图享乐,压榨百姓,或许表面上有着先进思想的他,实则还是被封建思想荼毒了,不仅自立为王,还在自己的宫殿中选秀选妃,并且整个宫殿的运转工作几乎都是女性。 让自己沉浸在温柔乡中,可笑的是,他居然还颁布军营中的男女必须分开,跟随他打拼的兄弟被封为王爷,他们也可以在军营中随意挑选女兵,最后就是大部分体力活,太平天国本质上还是农民起义,从统治者中夺取政权,只能通过不断的爆发战争,想建设房屋,搬运粮草这些事只能落到了女兵头上。 这样看来,太平天国早已不是当初所宣传的那样,所谓的大同社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,实在可恶,当初为了人人平等而加入的农户女,本质上还是处于社会的底层。 仿佛像橱窗上的商品被人随意挑选,最终还是沦为时代的牺牲品,天王之所以这样做,首先是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,洪秀全创立了一个拜上帝教,跟代表中国传统的孔梦和儒教对着干。 他起之前,先砸了文庙中孔夫子的像,儒教讲究男尊女卑,千百年来,女子一直被踩在脚下,苦无社会地位,在家听父母的,出嫁后听丈夫的,丈夫死了听儿子的,反正一辈子自己不能做主。 洪秀全则在《原道省事训》中提出,男女是平等的,天下男人,既是兄弟之辈,天下多女子,既是姊妹之群,儒教讲究男女受受不侵,女孩子五岁之后手就不能被别人碰,有的女子因为手被碰了,回家竟然厌弃到想拿刀砍掉。 而洪秀全说,男女不应该保持距离,应该亲密无间,何得存此将彼戒之私? 洪秀全说到做到,太平军起义之后,还搞过科考,允许女子参加,诞生了女进士和女状元,南京女子傅善祥,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状元,只不过她并没有机会在政坛闪亮,而是被东王杨秀卿金屋藏娇,成为东王的花瓶,到八尺大床上施展才华了,除了举办科考让女子参加,洪秀全还废除一副多妻制,以及万恶的女子缠足恶习。 最值得称赞的时候,她提倡婚姻自由,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反对买卖婚姻和彩礼,凡天下婚姻不论财。 最后一点,在现今社会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市场,更有甚者,她还在军中破天荒地建立了女兵营,封建社会一千多年,女子都是被奴役的对象,一直围着锅台转,被夫家的婆婆和小姑子欺负。 如今,突然有人说男女平等了,女子们思想很快解放,太平军每到一个地方,都会有女性踊跃加入,就像小鸟飞出牢笼,党都挡不住,劝都劝不走。 如此一来,女兵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,那么女兵在太平军中到底扮演是什么角色,是用来进行战场救护吗?彼时西医还没有在中国普及。 战场救护缺乏意义,再说,那时候也没有日内瓦公约,交战时也没有保护伤员和医护兵的概念,是让他们随军去满足士兵们的生理需求吗? 想歪了,洪秀全是不允许那样的,为了保持军队战斗力,洪秀全甚至建立了男女隔离的制度,他说邪淫尽是恶之魁,想女人的都是妖,动机不纯,他还说男有男行,女有女行,不得混杂。 不得不说,他的举措有一定道理,是想太平军的士兵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,他们如果晚上抱着女人睡,白天起床的时候肯定头昏脑胀,一旦有了敌情,那还有力气上战场跟敌人厮杀。 再说了,有了女人牵挂,上战场之后,他们怎么还会奋不顾身,太平天国军队不是绝对不允许军人拥有女人,而是有严格规定。 不到一定级别,不可以拥有女人,太平军将士择偶的原则是,听事论功择配,即上级根据级别和军功分配给你妻子,不许自由恋爱,如果是夫妻参军,到了太平军不够级别也不能在一起,哪怕是有事见面,也要提出申请,得到批准之后,夫妻可以相会,但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,身边还有人监督。 相会的时候也不能说情义绵绵的肉麻话,要说话就高声说,让监督的人听见,太平军的高级将领则少有限制,不仅可以娶妻,而且还可以多妻,天王以及各级王侯大开娶妻之门。 东王,西王十一期,从南王到玉王各六期,高级官员三期,中级官员二期,级别较低的将领和官员,只能有一个妻子,规定归规定,事实上官长们拥有的妻子数目无法落实,葛王的府中有不少侍女和丫鬟,都是经过选秀那样的精心挑选的,姿色出众,葛王想要拥有他们,简直如探囊取物。 史书上记载,洪秀全有八十多位妃子,江南春梦笔记,记载,洪秀全的天王府里有爱娘、妻娘、妙女、娇女等十六个名位,一共有二百零八人,二十四个王妃名下又有差女。 园女等七个名位,共九百六十人,这属于野史,阵位无法考证,但是天王的女人绝对不止十一人,而且太平军将领身边的女人,已经不是起义时的粗笨姐妹,她们更看好江南女子,身边的女子没读过书,举止粗俗,而且嘴臭皮肤黄,身材粗胖,还不会刷牙,面突乌搔身腥臭,嘴恶臭化烧硫瘤。 太平军内部诗,反观江南的女子休养极佳,身材曼妙,皮肤白皙,耕田颇有耕田亚,天堂,苏杭,人物好位已,太平军内部诗,进入王府的女子们,是没有尊严的,更不会平等。 相反,他们在王府有很多规矩,必须小心翼遵守,服饰不虔诚,应景不听教,起眼看丈夫,还有问王不虔诚,造气不纯净,这都属于该打的范畴,说话声音高了,喊话的时候没有及时回应,也会被打,甚至面情不欢喜,服务的时候东张西望,说话的语速较快,也要挨揍。 总之,这时候的天王似乎已经忘了初衷,把主张的一切都抛在脑后,所谓的男女平等,已经成为传说,当然,太平天国运动前期,女兵确实是一股正能量,为太平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,太平军最多的时候,兵力达到一百万,这么多人的军装需要人缝制,女兵就能解决这个需求,即使军装向民间征用,他们的衣服脏了总要有人洗, 总不能常年累月穿在身上不欢喜,那样会狮子满身爬,还怎么能专心打仗,一旦出现伤兵,女兵们也可以进行包扎,康复阶段他们能进行护理,只不过,这都是前期的事了,到了后期,高层不许男女接触,女兵做贡献的机会大大减少,同时,女兵在战场上的作用也不能低估,太平军的骨干是广西人,那里的兵号称狼兵,勇猛飙悍, 那里的女子也英姿飒爽,打仗不怕死,太平军中诞生了不少女将和政治家,为太平军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,洪宣娇跟洪秀泉没有血缘关系,但是被称为天王妹妹,是太平天国西王霄朝贵的妻子,她武艺高强,是太平天国第一女将,观至太平天国丞相, 在天津失线时,这个太平军的第一美女不向清军妥协,以身殉国,前面说到的傅善祥,是太平天国女状元,在东王身边做了大量友谊的工作,包括草拟太平天国的制度纲领,天津事变后她下落不明,有人说她在事变中被杀,有人说她跟了洪秀泉,帮助天王打理朝政, 苏三娘,太平天国早期女将,她参加了津田起义,也算是开国元勋,死女武艺超群,打仗舍生忘死,所向无敌,被老百姓封为战神,甚至清朝的当朝壮演龙启锐都写实赞颂,说她两臂曾经百余战,一枪不落千人后,洪秀泉建都南京后,她被调入天王府,能够参与高层决策,据说她跟太平军将领罗大纲氏情侣, 在对方牺牺牲后,她跳入深坑,殉情而亡,曾婉妹,老将曾天养的孙女,太平天国著名战将,后来跟英王陈玉成产生情愫,陈玉成当时已经有了妻子,硬做鸡头不做凤尾的曾婉妹不肯去救,二人始终没有能在一起,天经陷落后,她下落不明,去向成迷,综上所述,十万女兵为太平天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,没有她们操持后勤, 稳定军心,太平军就不可能一股作气打到南京,洪秀全建都天经也只能是个梦想。